蜜蜂面露 這些水布就很多 一段腊腸 口稍微大一點 因為有相同的偏旁 你就要寫得有點不一樣 再寫重一點 不然快要... 這三個字偏旁都一樣 巨還有寫過 撇端...撇端...納場 又是水 那邊的水還真的是多啊 可以寫得比較大一點 那個習慣寫得大大 電 撇端...納場又低 盤 準備讓下面的明 做伸展 哇...這邊是... 草多筆畫 寫多筆畫 就是要夾緊 不要寫越鬆啊 筆畫 哇...筆畫這超多的 寫完這一行 大家就要休息一下 筆畫那麼多 筆畫 這個書啊...通常都寫得很長 那個有支撐的作用 寫長還滿好看 絕對不能寫短 只是筆畫完從歷史上來看 每一個書法家都這麼寫 表示它這樣才會好看 飛 飛也算是難寫的字 很多人在寫飛的時候 寫著雞飛狗跳 怎麼寫都覺得哪裡怪 金...金... 金感覺是會頭大身體小 上面寫一個鏡 筆畫就多 下面那個麻就小 那這個大概有... 下面那個麻... 一般他們都喜歡麻牽進去 就牽到上面這個部分 不要分開 因為分開就是上下就是拉太開 所以這批馬通常都會稍微略牽進去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緊 然後你的... 麻的下面這部分一定要拉開啊 不拉開的話 撐不住上面這麼大重的... 字啊... 還要寫五個字 寫到後面真的要注意一下 空間啊... 寫字 本來就是一種空間的安排 包含結構也都是空間安排 比如說這個要寫扁 為什麼寫扁 因為裡面橫畫很多 那你不寫扁 那下面擠得進去嗎 擠不進去啊 你看下面這個橫畫超多的 一層對一層 一層又對一層 最後還有一個橫畫封起來 所以那很多層要算 寫 往中間擠出 情瘦畫 好了算了 寫兩個字 兩個字就好了 瘦 這個瘦他有寫過 寫得還蠻可愛的 真的很像獨角獸齁 兩顆眼睛好大 這個絕對是 象形出來的 口他有寫過 不過上次他自己寫的口有點小 這個最好 這個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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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